不可能不關心 二十年的朋友 是我們剛結婚就認識他們 我記得是剛結婚他們就沒有跟他們吃飯 然後反而就是一起走這條路 我覺得大家是一個挑戰 就是一個挑戰 我覺得你說還好 不好 這就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我跟永賢 我們主要的就是 希望他們兩個都好 但是還是一個挑戰 不簡單的事情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很強壯 然後很健康 但是真的這幾年 不要說爸爸媽媽 我們自己的朋友 很多很多 太多了身體狀況都出現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去做 下婚禮跟家庭 有關係嗎 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的 我們不可能不關心 二十年的朋友 然後這夫妻也是就是我們剛開始 是我們剛結婚就認識他們 我記得是剛結婚他們就沒有跟他們吃飯 然後反而就是一起走這條路 對走的 所以就是 對 會有關係 一定會關心 我覺得大家是一個挑戰 就是一個挑戰 我覺得你說還好 不好 這就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我跟永賢 我們主要的就是 希望他們兩個都好 但是還是一個挑戰 不簡單的事情 那夏克力也有傳出家暴的 有可能 他有傳出家暴的 這個 其實我們對這個事情 我覺得 誰說什麼東西 我覺得非常非常敏感 因為我覺得到了一個 到了現在 雙方都會有不同的故事 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真實 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我覺得 這也是他們的事情 不是我們的事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這事情就是要再 就是跟他們講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 聽新聞怎麼說 或者看他的IG怎麼寫 我覺得這事情 這麼敏感 一定我是要親自聽 就是跟他聊 我才會相信他事情 因為 會傳很多 然後會很亂 然後我想說 反正就是 對他們知道要 就是 想要解釋的東西都不錯 但是我覺得 目前就是 對 夏克力這兩位 情緒也比較大一點 因為覺得好像 他都沒有發生的關係 嗯哼 沒有再關係 我有一段時間 沒有跟Chris聯絡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是一個夫妻 兩個要解決的問題 很難 我知道的夏克力 是 It's my friend 加謙 It's also my friend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 我們聽到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很驚訝 很多東西 但我覺得每個夫妻 都有他們自己的一些小問題 很複雜 我們也有 一定有 每個夫妻都有 但是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就是 他們自己要去 要去面對 就是 It's not It's not my problem 但是 我會關心他 但是我不用讓他解決 你有給他什麼樣的支持嗎 兩個都支持 我很愛夏克力 我也愛家庭 我相信有些人也是 然後我們也愛他們的家庭 我相信他們也很愛我 所以 好吧